大家好 今天跟大家分享兰花 昨天就有一位花友发信息留言问 他说给兰花适用了有机肥 为什么还会出现肥害的现象呢 其实我们在养护兰花的时候 尤其是给它施肥 无论是给它适用有机肥 或者是一些化肥 都要观察盆土的干湿度 才给它施肥 这样的话就不会引起肥害了 我们给它使用的有机肥 比如像这种饼肥水 或者是一些兰科的专用营养液的时候 一定要给它施肥水 把握好浓度减少肥害的一个原因 在我们给它施用有机肥的时候 这个盆土如果太过干的话 兰花的根性就处于切水的现象 这时候我们给它施肥 兰根它就会大量马上的 吸收到充足的肥液 兰根内的肥分浓度高 就是很容易出现肥害的 如果我们给它施肥的时候 这个盆土是微潮的状态 兰根内上含有一定的水分 或者是这个脊柳也有一定的水分 这时候我们给它施肥 这个根内肥分浓度不是很大 就不会允许肥害了 如果这个盆土太过干燥的话 我们给它浇一次水 之后再给它施肥 这样的话就不会允许肥害 第二天早上就马上给它回一次清水 这也就是可以减少引起肥害的现象了 盆土里面的水分比较容易增腾 那么我们就要观察好这步 再给它施肥 或者是给它喷湿一些磷酸2清甲 到这个页面上能让它进行光合作用 继续养分 在后期开花更加旺盛 又可以让脊柱增强抗性抗寒能力 好了这一期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